大家好,我是超哥 咱们聊一聊切尔西 在我看来切尔西应该换教练了 不是说波特不好 只能说他现在对于切尔西的管理和指教是混乱的 因为从最近几场比赛来看 不论是英超还是欧冠 切尔西难求一胜 不仅难求一胜 连进攻都是大问题 我上次记得切尔西进球 还是恩佐尔助攻菲利克斯 剩下的这几场皆无所斩获 切尔西这些球友 就在我看来 如果说是球员不努力 那么是球员的问题 那主教练不用动 但是目前来看 切尔西这些球员里边还真是挺拼的 包括昨天阿斯皮利奎塔 这都已经拼受伤下场了 昨天的那个球星的画面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包括恩佐恩佐 那就太棒了 这就不用多说了 那其他的这些 不论是说本土的球员 还是海外的球员 你感觉他还是在努力奔跑的 还是在努力拼抢的 但是你会感觉切尔西这些球员 有劲使不出来 一身的力气 不能往哪打 容易憋出内伤 那目前在我看来 真应该启动 换教练的这个程序了 那么说到换教练 切尔西 应该换谁呢 那么在我看来 现在最合适 是穆里尼奥 当然了 穆里尼奥现在在罗马 过得是相当滋润 而且罗马的球员 也非常欢迎他 也非常喜欢他 而且罗马 由于本赛季 尤文图斯发分之后 罗马这些赛季 还真有可能 打进一甲的前四 还真有可能竞争一下 一甲欧冠的这个资格 那么切尔西 照这么哪 他可能是与欧冠无缘的 这就牵扯了一个问题 那么穆里尼奥 在罗马过得那么滋润 还能下赛季 有希望打过关 那么切尔西 要是花重金诚意 聘请穆里尼奥回来 重新救一救 蓝军切尔西 穆里尼奥会答应吗 在我看来 有这个可能 希望不是太大 但是穆里尼奥 真的是太合适了 穆里尼奥就擅长 带这种球队 切尔西的这样的球队 球员状态不好 往来迅速需要 一个强人铁血的主教练 来重塑 他们的这个精神 而且啊 切尔西是穆里尼奥 真正梦开始的地方 我感觉有两支俱乐部 在穆里尼奥的心里 是站着 无比寻常的这种位置的 一个是蓝军切尔西 还有一个就是 蓝黑的国际米兰 所以说 能不能三续前远 对不对 三续前远 第一次第二次 穆里尼奥 只要到切尔西 都能帮助球队 拿一个英超冠军 我还是特别期待 穆里尼奥了 如果说切尔西 要是换帅 我非常非常支持 要换就换 穆里尼奥 好了 我是他为 对于切尔西主教练 波特惠惠夏克 那么夏克之后 请谁最合适 我的答案说出来了 穆里尼奥 好了 我是超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